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20日 星期五 也是年29 很快要過年了 很多網友都會準備 辦年貨 我們在這邊也有去辦年貨的 也是去超市啦 因為想買海味也不能買 我們也會去Costco辦年貨 也有去中超辦年貨的 好了 這一節要講一下香港的大學生 香港的大學生自從19年之後 受到政府的打壓越來越嚴重 除了大學生流出之外 現在還有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接下來找工作會越來越難 香港政府似乎 想有 有意去趕著這班大學生 或者你如果不跟大陸有甚麼交流 基本上 以後的工作 就相對難 本地 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 其實大家也知道很多失業 已經備受關注 特區政府反其道義陷 用招商引財 做藉口 推出所謂高端人才通行政計劃 開放給九間內地大學 所謂全球百強大學的畢業生來香港發展 加快 即是說他們一申請就獲批了 勞工和福利局局長孫玉咸 星期日在電台節目 訪問鍾子春 這個計劃推出兩個星期 收到大約5300宗申請 並以處理當中的七成半 大部分都獲批的 根據 香港 高端人才通行政計劃 得到全球北強大學班售學士學位 並在緊接申請前五年 累積至少三年工作經驗人士 或者緊接申請前五年來 獲全球北強大學班售學士學位 但工作經驗少於三年的人士 都符合資格 隨時都得到資格 但後者申請受到年度配額限制 先導先得方式分配 現在香港開放這些 讓大陸的畢業生下來香港 會造成甚麼情況呢 會造成一些 添告企業 或者想做大陸生意企業 會加緊請大陸學生 不會請香港學生 這個 當然會增加香港學生的失業率 這個問題其實是十分之嚴重的 因為本地學生的失業問題 已經是很令人關注的 令到很多學生 都放棄在香港 我們另外會有一節說 八大院後 那些退學人數 持續創新高 越來越走多人 香港 找不到吃 其實不是因為那個環境極端到那些學生完全沒得到 而是 受到政治迫害 政府一方面政治迫害學生 一方面 連 教師都被政治迫害 很多先生離開了 很多學生離開了 不論是大學中學 有些是因為移民 有些是因為政治的問題 而且 香港已經沒有再那麼自由 這個時間 他就找了大陸學生來填補 第一 要填補這個所謂的空缺 第二 取代你的香港學生 久而久之 香港就變成了大陸的一個城市 越來越沒有了香港那種獨特性 其實 這個是全香港的 尤其是藍絲 是大家一起 得到的結果 一起 擁護政府 一起狼狽為奸 結果 是害人 變成 自害 初初他們想要自保 原理他們想要自保 政府要開始 pioneer 政府要怎格會作弊 國安法亦全走卻 他們都自保進 saúde 學生都ا離開如果國家都沒有辦法了 大陸學生隨時下獨特性 我們一會兒立的我讀的九大 隨時下獨特性 你香港學生的優勢越來越來越少 將來民 30 都不去這個書 香港的學生 想要在港大讀 在港大讀完沒有人脈 我讀來做甚麼 不如回大陸讀書 回大陸讀書 還可能會認識到大陸同學 如果真的以一個公理的角度計 藍絲角度計 要不就是出國讀書 還留在香港 有甚麼運行 讓你們趕絕吧 講回港府的九大名單說 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 復旦大學 浙江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這些交代一定有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這些是出間諜的 中山大學 南京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等 九間中國的大學不如生 可以通過高端人才通行政計劃來香港 最少我們就這樣看 華中科技大學和中國科 科技大學肯定是間諜學校來的 那麼他們來香港 做甚麼呢 做間諜 孫悠涵透露全靠北強綜合名單 亦接受年薪達250萬 以上人士申請 但這類申請相對較少 當然啦 賺得那麼多錢的都不自在來香港 去新加坡 暫時來說 內置 全球八強大學的申請人數佔多 他又稱當中部分有超過三年工作經驗 相信能夠填補香港中層人員的控權 他仍然工作經驗少於三年的申請人 可以填補畢業生不足的問題 他又指出 過多一個月會再公佈相關申請的詳細數字 特區政府會檢討 這個計劃的 半年內 會再檢討 到時分中再加一個名額 進一步趕著香港學生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香港人是面對那種 那種迫害越來越嚴重 其實經濟環境越來越差 不是因為 大家都不肯消費 是因為沒有信心 信心失去了 然後政府 不斷做這些事情 例如現在 政府的所作所為是令到香港的大學沒有人讀的 以後誰會讀你的大學呢 既然大陸的畢業生 可以隨時可以申請你 那麼香港人 尤其是藍絲 他還會不會讀你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 其他大學呢 不需要的 因為你也沒有人脈 不如我上大陸 上大陸讀書好了 讀完書 我又不用申請你的職位 然後又可以叫同學申請下來 我又有人脈 然後有很多公司也可能一起聘請 你在上面畢業 你可以告訴別人 很多公司就信以為真的嘛 就算不是也好 你真的可以認識到大陸人物 這些是以藍絲的角度計 藍絲都走了 你香港還有甚麼運行 問題就是 國安法通過 人們不出聲 支持也是趕走黑暴 好了 現在連信心也趕走了 這個兩個字是最重要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為甚麼 信心可以令社會崩潰 就是一個人一旦沒有了信心 他會感染身邊的人 而政府做出來的事 會進一步 會印證他們的擔心 香港會一直沉下去的 國安法通過之後 你們一直拉學生 拉先生 我是學生 我是先生 我也走啦 到了我走了之後 我會看到有人繼續拉人 繼續來 人們會更加擔心 好了 你在做甚麼 你又說要香港搞經濟 你又派過鄭雁紅來 做接本中聯辦 擺明你 想當香港是烏陷村 怎麼搞經濟呢 大學生 現在明明失業的問題也很嚴重的了 你不去幫那些大學生想出路 你還說不夠大學生 要填補大陸學生下來 大陸學生下來就取代了你的香港學生 有時要請大陸學生 他有人脈 你看很多的 我們以前在花旗 在花旗大廈上班 那些大陸全部都是大陸講普通話的人 為甚麼要請他們呢 其實他們做不做事是無所謂的 最重要是要他們人脈 你又認識誰 誰又認識誰 請他們回來 幫公司拉生意 他們是銷售者 就好像保險公司請大學生一樣 就讓大學生到處去拉 宿敗兄弟 鄉親父老 全部都做了之後 他能不能做下去他的事 起碼我先做了一堆單 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要請大學畢業生做保險 長此下去 其實香港的 大學生只會越來越 難做 越來越找工作 你要出來 做地產 做保險 一定會找到工作 問題是 很多中層的工作 很多比較順一點的位置 有發展的位置 通常都會被人 罷了 被人搶了 香港政府進一步就真的要趕著這班大學生 趕著那班大學生不得止 其實每一件事都是在做 害人 以及自害的事 你想搞死這班 說有這些黑暴力的黃絲 你要搞死他們 其實你連藍絲也搞死了 正如情況 像大陸一樣 你是有特工啊 你所有東西都特別過濾 空氣都特別新鮮一些的 你住的地方 所有東西 由政府補貼 又有司機 又有廚師 問題是 你甚麼生活上也好 你出不了街嘛 大家都封控 沒有人開店 你就一樣沒有地方去消費 沒有地方去玩樂 在家裡自己玩 這個情況 全國都受害了 中國人最喜歡做一些害人自害的事 我之前說過一個故事 就是 我想十幾年前 當時招國標 現在不知是不是變成親共 當時北大的副教授招國標寫的文章 他說從害人到自害 中國茶業為甚麼會喪失 歐洲的茶業市場 喪失歐洲的茶業市場 而且 被斯里蘭卡徹底取代了 之下的原因就是 害人 大家 是自私自利 人們很送爐 當時 我一百斤裏面 滲了一斤的沙 五斤的沙 海人 越來越少 人們都覺得不對勁 沒有辦法 光顧你們這樣 整個行業 過後過都在做這些事情 基本上就弄壞了整個行業 結果人們就去找了另一個取代 有東印度公司 人家也很熟悉 斯里蘭卡 他們說這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叫石蘭 古時叫獅子國 即是斯里蘭卡 他們 種了一些茶葉 找石蘭人去種茶 結果種了茶出來 石蘭人又不會像中國人那樣有深沙 有扣騙 質量也有保證 結果 所有的英國商人 不跟中國買茶葉 你們是這麼笨的 其實情況是一樣的 當然香港的情況比當時斯里蘭卡更嚴重 比起當時的中國這些人 在互害和自害 你弄壞了香港 香港 現在是一個那麼高硬的社會 人們都沒有信心 人們的外資都走了 誰再來投資 誰再來香港 家族辦公室都搬走了 你一方面說要做生意 另一方面就是 中聯辦主任 你覺得 香港還有運行嗎 不用看的 不用用腦子 用膝蓋的想想就知道 所以 這件事很明顯 要加快趕絕香港的大學生 其實接下來的環境 我看得多惡劣 因為你的工作機會 一定不會被大陸學生搶走 別人要兩個選擇一個 他在北大陸來的 公司要發展 北大學生可能後面有關係 他只是想著可能後面有關係 香港肯定 你沒有的 所以 沒得搞的了 現在 我想以後會有很多藍絲回大陸讀書 很多藍絲回大陸讀書 讀完之後 起碼都可以困人家 你看我在北大讀書 我懂得誰是誰是誰 就是這個意思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了那麼多 我們希望大家多點在節目上留言 發表你們的意見 你們或是遇到甚麼事 反應也可以 每一節主題也好 我們也跟大家身處的東西 可能也會有關係的 大家不妨把你的 面對 遇到的問題 可以在那裏說 跟那個絕題有少少關聯也可以說 我們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1月28日的網址就已經 報名額滿了 因為人數 太多了 到時 工作人員已經沒得坐在家了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取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